因疫情 采云南澎湖湾 两岸民俗风情摄影展 20日同步在 湖西公所展出 透过网路与直播方式 同步呈现百幅作品 多角度展现 澎湖的美 中国云南大理的力 感受两地山海景观的美 两地的现场 还有云南眨染文化 以及澎湖沙画 同步展出 采云南澎湖湾 民俗风情摄影展 由县议会副议长陈双全 双边促成 陈双全在致辞时 感谢有这样难得的机会 将澎湖国际岛屿的风光 最美丽的澎湖湾 传递出去 澎湖的在我们大理的展出 我们也记得三十几部的 澎湖的风景的 文物的相关的图片 到我们大理去做展览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的两岸的连展 宏德外婆宏湾 世界最美丽的海湾 的一些山水文化 海底色彩 及特殊的行物园的景观 及我们闽南的传统文化的相关的习俗的照片 也透过这次在大理的展出 让我们大理云南的乡亲 也了解我们世界最美丽的澎湖湾 到底有目标亮 湖西乡长吴正杰自辞实业表示 彩云南澎湖湾民俗风情摄影展 透过了两岸交流促成 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透过直播连展 让展出以海为路的开端 有点线面连结 创造美好可期待的结果 彩云南澎湖湾展 与会来宾有议长刘成昭林 县政府参议王国瑜等艺文同好 到场祝贺 主办单位也邀请乡亲 有空可到场观赏 记者 陈荣裕报导